大家好,我是Eva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蕙翠系列的新品 那好多人都有点晕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和其他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三款新品呢,叫助养液 属于精华类 和其他精华的区别是 这三款属于单一侧重的精华 就每一款都有特别的地方 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叠加其他精华使用 用在爽肤水以后,其他精华之前 第一款呢,是补骨脂粉助养液 补骨脂粉助养液 那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先讲一下 氏黄醇 氏黄醇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A 或者叫A醇 就是平时大家所说的就是我们刷A啊 就说的是刷的这个氏黄醇 那氏黄醇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呢,就是抗氧化抗衰老 就有助于创造出更健康的皮肤细胞 那就像这个苹果一样 左边呢,是被氧化了的 细胞坏了,右边就是没有被氧化的苹果 所以呢,抗氧化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就是调节表皮和角质层的代谢 帮助淡化色素 第三呢,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第四就是控油 减轻炎症,帮助痘痘肌的恢复 第五个呢,是可以改善毛孔壁的形态 收缩毛孔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去刷 就是爱讲去刷这个A醇 但是实际上,氏黄醇呢,很多人用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脱皮啊,干燥啊,骚痒啊,红肿啊,刺激啊 那处理不好的自己其实会被自己吓到 而且也需要恢复期 所以呢,很多人也是想用,但是不敢用 那我们现在就引出这个哺骨脂酸 从本质上讲呢,哺骨脂酸是一种 就是比较神奇的成分 是新型的氏黄醇的替代品 那哺骨脂酸是从哺骨脂 哺骨脂的植物中提取的 从天然植物成分 它以氏黄醇的构成不一样 但是对皮肤的功效却非常相似 但是呢,它没有传统氏黄醇所带来的这种 啄痛啊,刺激和红肿这些的副作用 那英国《皮肤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哺骨脂酸在改善皮肤衰老的迹象方面的能力 其实是以氏黄醇是相当的 而且它耐受度,就是耐受性更好 在超过12周的时间里面 有44名患者被要求每天两次使用 0.5%的哺骨脂酸乳膏 或者是每晚使用0.5%的氏黄醇乳膏 研究人员就发现 氏黄醇和哺骨脂酸同样影响 皱纹和色素层肘 但是不顾脂酸 就是会导致较少的脱皮啊,刺痛啊,灼伤和烧痒 另外呢,就是氏黄醇 不建议孕妇和哺乳期的女士使用 不顾脂酸就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不顾脂酸适合所有的皮肤 包括敏感肌 对于想提亮肤色,收缩毛孔 淡化色素,痘印的人来说 都可以去试一试 也非常适合初老的人群的抗衰老 也就是大概接近30岁左右的人群 那我们这款不顾脂酸助养液呢 除了含有不顾脂酸 还含有苹果萃取物 就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 X3枣萃取物 这个是从newskin的可控环境农业种植的 那这个是有助于减少细纹和皱纹的出现 另外呢,这款助养液属于会萃系列 同样含有生物适应性植物的混合萃取物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等着上市了 你呢?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继续讲另外两个新品助养液 我们下期见 拜拜